9月7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我是苏静川 我是安丽莎 先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单日报增62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51宗集中在沙发 敲响中选前的防疫警钟 环境污染一再发生 环境部国防部和内政部联合军警成立 环境罪案调查组 血核污染治水案件 涉案工厂再由两名员工落网 延后四天协助调查 晚间新闻一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我国连续三个月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控制在20宗之内 但是今天宣告破功 卫生部通报 截至中午12点 本地新增62宗确诊病例 累计9459人染疫 新增的56宗本土感染个案当中 有51宗发生在即将举行周旋的沙发州 其中最严重的疫区是来自拿督 堡垒感染群 短短一个星期 这个感染群有66人染疫 拉响了周选前的防疫警钟 回看过去几个月 卫生部通报新冠疫情数据 多数徘徊在单位数 偶尔双位数 昨天还新增6宗 今天却暴增62宗新个案 根据卫生部的例行文告 新增的62宗病例 境外输入病例有6宗 患者从土耳其 孟加拉 印尼和埃及 入境 56宗本土病例方面 涉及30名我国公民 和26名外国人 其中4宗在击打 1宗在槟城 至于其他51宗病例 全发生在沙巴 1人是拿督医院的 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 其他50人则来自拿督 堡垒感染群 目前拿督感染群 累计66人确诊 涉及30名我国公民 和36名外国人 其中64人是扣留犯 另外2人是监狱官和监狱官的家属 这个感染群已经蔓延到第三代 横跨拿督和斗湖县 拿督50人确诊 斗湖16人确诊 这个感染群9月1号被发现 第一名病人是8月份 在拿督警区总部扣押的非法移民 目前卫生部已经针对这个感染群筛减1404人 全国还有207宗活跃病例 今天没有人病逝 死亡人数维持128 为了防堵境外输入个案 我国今天开始限制23个国家公民入境 而这些国家目前累计超过15万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而这项禁令也只是暂时措施 根据移民局最新发布的名单 除了之前官方列出的高风险疫区 美国 英国和法国之外 南非 秘鲁 土耳其和伊朗等等公民 一概不获准入境 国防部高级部长 南都斯里伊斯麦沙比里四天前宣布 为了严防境外输入病例 凡事来自印度 印尼 菲律宾 美国 法国和英国等12个新冠病毒高风险国 也就是境内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15万宗国家的民众 严禁踏足我国 随着各国疫情趋势反反复复 移民局今早发布禁止入境国家名单 一共23个国家 当中包括阿根廷 智利 南非 伊朗 巴基斯坦 伊拉克 德国 土耳其 秘鲁和哥伦比亚等公民 都不准入境 另一方面 国防部高级部长 南都斯里伊斯麦沙比里下午发布文告指出 执法人员昨天逮捕873人 涉嫌违反复原期刑管令 当中797人开罚1000令吉 71个人延长扣留 5人获准保外 当中最多是不遵守防疫指南 在夜店狂欢而遭到兑付的 占了580人 其余则犯下不遵守肢体距离 不戴口罩 阻碍公务员执法等罪名 除了疫情消息之外 另一个全国瞩目的焦点则是 雪兰儿和水源污染事件 环境及水务部长南都端一布拉辛宣布 政府准备成立一个由环境部 国防部和内政部连同军警组成的环境罪案调查组 全力打击污染罪行 端一布拉辛效果巡视 雪兰儿和第一期绿水战之后表明 环境部将会加快修订1974年 环境素质法令和2006年水物业法令 希望可以提成到来临的国会会议 新成立的环境罪案调查组 执法范围涵盖全国各地 由三个政府部门共同领导 军警则扮演支援的角色 负责维持秩序 目前端一布拉辛已经和国防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伊斯麦莎比利讨论此事 接下来会与内政部长拿督斯里韩扎在努丁 磋商详情 至于雪州水源污染事件的调查报告 预料会在星期五完成 雪龙地区百万人过去几天面对治水之苦 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也为之震怒 陛下强调必须严惩罪魁祸首 政府也应该更严厉执法 确保不再发生相同的事件 国家皇宫总管拿督阿末法迪尔 在脸书发文告指出 陛下今早在皇宫接见环境及水务部长 拿督斯里端一布拉辛 陛下对人民必须排队等候水槽车 感到非常痛心 更无法接受河水污染导致治水事件重演 陛下痛斥肇事者的行为及其不负责任 必须严惩 陛下也要求当局加强监督严厉执法 一劳永逸解决水源污染问题 雪兰娥和污染导致大治水 再有两个人落网 警方逮捕事案工厂的两名员工 援引刑事法点430条文 破坏水源或改变河道罪名调查案件 施拉阳法庭批准压扣两人四天协助调查 与此同时 施拉阳市议会资料显示 涉案工厂从2014年开始已经无牌运作 还非法搭建建筑物 尽管当局多次发出信函要求申请云印执照 但是负责单位完全没有理会 还进行其他业务 市议会给业者三天的时间解释 否则就会强行拆除工厂 涉嫌把废料倒进河流 导致雪兰儿和污染 引发大制水的工厂再有两人落网 警方昨天晚上在雪州万挠 逮捕分别是20岁和57岁的工厂员工 并在今天早上9点15分 将两人押往市拉阳推市庭 法庭允许警方从今天开始扣押 嫌犯四天驻查 警方援引刑事法点430 破坏水源或改变河道条文调查案件 一旦罪成 被告可被判处监禁5到30年 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在此之前 警方已经逮捕4名工厂业者 整起事件至少有6人落网 业者家属昨天拉大队到工厂前喊冤 强调业者一直依法经营建筑业相关生意 没有业态废料需要处理 要求警方尽快还他们清白 不过是拉央市议会 今天重重打脸家属 市议会执法组今天向涉案的工厂开罚 市议会公关组主任默哈默敬透露 这间工厂从2014年起就无牌运作 当局曾经两次要求业者申请营运执照 但是业者始终不配合 还非法搭建工厂建筑 不仅如此 工厂还经常展开各种业务 所有运作都不曾向市议会申请 当局如今给予业者三天时间 如果无法在期限内证明合法营运 当局会强行拆除工厂 在施来阳市议会的管辖范围内 共有6000间工厂 其中308间都是无牌运作 有50间参与雪州政府的漂白计划 当局促请其余258间非法工厂的业者 尽快申请营运执照 否则市议会会没收工厂机器 以及拆除工厂 尽管中央和雪州政府 誓言秉公处理对付污染水源的企业 不过有网友指出 这起事件的罪魁祸首 是政府允许特定公司 垄断废料处理导致水源污染危机 环境局立即辟谣强调 官方不曾赋予任何公司特权 管理国内的指定废料 环境局总监诺林加法发文告指出 废料管理需要根据2005年 环境质量条规 所有废料记录需要在电子系统中存档 至今当局发出了406个废料管理设施 以及343个运输准证 并遵照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规定形式 所有生产指定废料的企业 必须事前通知存储库存和运输等资讯 给相关的单位 另一方面 雪珠大臣阿米鲁丁的夫人 拿听司理马斯蒂安娜 前几天在社交媒体上传两张照片 结果引发众怒 被指责滥用特权 让水务公司安排水槽车 到住江门前输送干净水 除了当事人马斯蒂安娜 为自己的无心之过表达歉业 大臣阿米鲁丁今天早上也公开道歉 希望平息民怨 阿米鲁丁今天早上在雪州 主持一项活动开幕后表明 夫人判了好几天才等到水槽车 前往住家附近配水 于是当下拍照发文 向前线人员致谢 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误会 他也批评有心人士 利用两张照片对他人身攻击 无论如何 他事后已经提醒夫人 得时刻保持敏感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沙巴周选星期六敲奖战鼓 根据国盟初步的议席分配谈判 73个州议席当中 国阵预料出站至少30选区 是国盟中上阵最多议席的政党 而盟友图团党则攻打20席 负责领军的沙巴巫统主席 拿都斯里帮莫达证实 国盟后天公布候选人阵容 但是他暗示 如果一些议席分配谈不漏 那么国盟候选人内斗在所难免 沙巴周选硝烟四起 73个州议席 多股势力摩拳擦掌 马来报章每日新闻报道 国阵预料出站至少30个议席 大部分是国阵在上届大选赢下的选区 而土团攻打20个选区 要谈议席分配 这可不是一两党的事 阵营中的其他本土政党 例如沙巴团结党 沙巴进步党 也极力争取上阵机会 如果议席分配谈不拢 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戏码会否上演 根据国盟消息指出 确实有可能 而使用国盟标志上阵的土团党 攻打20席 包括新增议席 沙巴团团匿名领袖透露 沙巴团团党和巫统已经同意 避免自己人打自己人 但一些议席 双方确实不愿放手 马大政治分析员 阿旺阿兹曼教授认为 土团攻打20席 其实有点多 这恐怕会引起国阵和巫统基层不满 最终有人扯后腿 两败俱伤 教授提醒 土团和国阵可别忘了 本土政党也是不可挡 他们也有能力为国盟贡献一席 另一方面 属于国盟阵营的沙巴立新党 党主席拿督杰菲里吉兵案 已经表明立新党放眼拿下15席 这样看来73席中起码65席 已经名花有主 不论如何 根据前锋报报道 沙巴巫统主席 拿督斯底邦莫达 将在来临的星期三 也就是提名日前三天 公布国盟候选人名单 至于会否上眼内斗 他说暂时也没法说得准 再来关注 通讯及多媒体部副部长 拿督扎西迪上个星期 误至沙巴大学生维维奥纳 谎称爬树应考博宣传 遭到了各方批评之后 扎西迪今天解释 当时其实是根据 维维奥纳的大学讲师 提供给土团党 古达国会议员 阿杜拉辛巴吉里的资讯 而发言 扎西迪准备亲自前往沙巴 了解来龙去脉 阿杨拉辛巴吉里的资讯 扎西迪今早在国会商业院 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透过维维奥纳 所在地区的国会议员 也就是土团党 古达区国会议员 拿督阿杜拉辛巴克里 获知维维奥纳当天 没考试的消息 而消息来源是 维维奥纳的讲师 他不排除当中有误会 并不希望政治炒作这个课题 国人的十字率 虽然已经达到95% 但是教育部希望 可以透过阅读计划 进一步加强 生生学子的阅读能力和十字率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马汉顺 今天携手华人理事会 推荐书香校园阅读计划时表示 目前这项阅读计划 旨在华小推行 但是他希望未来 能够进一步推广到 全国的所有小学 包括国小和淡小 他不是每一个时候 每一个计划都有办法说 能够告诉我们 在某段时间里面 他有多少%的 比如说一个学生的阅读能力 提升多少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说我们 要确保说 我们会确保说 这个计划能够推行到 所有的学校 马汉顺指出 我国目前有18.6%的华小生 都是有足同胞 因此教育部希望 通过这项计划 加强华小生的中文阅读能力 同时培养阅读风气 另一方面针对教育部 前副部长张念群 要求马汉顺公开失讯华小组的最终录取人数 马汉顺并没有正面回应 这要求媒体专注阅读计划推介 Signature肥肥蟹突然倒闭 前员工和供应商 促请老板现身 支付包括薪金在内 高达200万令吉的款项 吉兰丹社会发展局 前总监涉嫌行贿 15000令吉 今天被控上庭 但是他否认有罪 欢迎回来 螃蟹连锁店 Signature肥肥蟹 上个星期一 无预警倒闭之后 掀起了千层浪 几十名Signature肥肥蟹的 前员工和供应商 今天控诉Signature肥肥蟹 从去年起就开始拖欠 他们的薪金和供应酬劳 欠款估计超过200万令吉 前员工也发现 公司就连公积金和社会保险 都没有定期支付 他们促请已经失联的前老板 赶紧出面解决问题 给他们一个交代 来自So Good私人公司 及旗下Signature肥肥蟹 连锁店的18名前员工 及16名供应商 今天齐声控诉 已经停止运营的 Signature肥肥蟹 拖欠了他们好几个月的 工资和酬劳 欠款估计超过200万令吉 除了拖欠薪金 前员工也控诉 虽然薪水单上有住民 扣除公积金和社会保险金 但他们到相关部门查询后发现 公司从去年9月开始 就没有定期缴付这笔钱 而发信息给雇主追新 都是以毒不回 除了前员工被拖欠酬劳的广告商 食材供应商等也诉说了本身情况 他们指出就连店铺开张时受邀的行事团 表演费至今都还没结算 而广告设计费同样没有下文 一直追到来今天 所得到的答案还是围绕着说 他们的资金 cash flow上都有出现问题 还有出现一些时间比较紧闭 他们需要一些时间process 那么3月18号就MCO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说公司没开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没办法 就追不到钱了 这批钱员工和供应商 今早是在万宜社青团公共投诉 及服务组法律顾问黄天红律师的 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他们希望负责人尽早出面解决问题 给他们一个交代 否则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讨回公道 八度空间实习记者张康琪 焦赖报道 是的 Signature肥肥蟹倒闭 导致使用同一个商标的肥肥蟹 成为众矢之地 尽管肥肥蟹创办人陈南军 早前已经表明 两家公司指示共用商标 没有联营 但是社交媒体上还是出现不少 恶意攻击肥肥蟹的言论 陈南军的代表律师拿都林胜才 今天促请访民 不要再发表不负责任的评论 否则可能面对法律对付 因为可能我们交代的不清楚 那我们就不采取暂时 不采取什么法律的诉讼 但是如果从今天开始 还有这些网民在网站 按照这些社交媒体的平台 在有这样的指责 对NK丹 或是对肥肥蟹 神仍不哈的这样的指责 我们肯定 一定会诉讼 那些在社交媒体 或是在包张上 这个所谓的 live online的 当他们评论的时候呢 我提醒他们 劝告他们 你写的是要 你知道事实吗 你知道真相吗 如果不然的话 你按一个post 可能会带来 毁谤的诉讼 面对网民在社交媒体的恶业评论 陈南军感到非常无奈 他也促请行李车肥肥蟹的业主 尽早现身 给所有关注 或者涉及此事的人 一个清楚交代 坏个焦点 偏离宜保糖水街日前 发生了一起酒后闹事案件 四名罪汉因为不满 要遵守防疫SOP而闹事 结果打伤了一对小贩母子 那今天涉嫌闹事 和伤人的其中两名男子 郑重向受害母子道歉 强调愿意承担受害者的损失 并配合警方调查 双方握手言和 希望风波可以告一段落 怡保糖水街9月3号发生一起酒后闹事案 四名罪主男子在十四闹事 酿成肢体冲突 不止档口桌子被砸坏 小贩王宝玉和儿子潘俊宏也蒙受轻伤 事件发生五天后 其中两名涉案男子李文康和许英豪 今天在怡保西区国会议员政治秘书张志坚 和怡保西区人民协会主席陈秋德的见证下 向两名受害者道歉 送上水果里兰 同时答应将承担受害者的所有损失 双方握手和解 我本人李先生 因为在9月3日 发生了误会 李文康和许英豪也代表两名因工作 无法出席记者会的有人道歉 承诺会悔改 王宝玉母子也欣然接受 希望事件告已断落 这场风波的导火线 源自于顾客不愿遵守防疫措施 张志坚也透露 警方在事件发生后随即展开调查 前后逮捕四人驻查 基于双方已经统议签署和解协议书 他将协助王宝玉到警局协调 希望撤销案件 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本地男子 因为没钱缴房租 在网上向大耳龙借钱 结果大耳龙竟然向他住在 以保万里旺的父母追债 不止破红期还纵火烧屋 出言恐吓 52岁的王德新不满 大耳龙百般骚扰和恐吓 两度报案和搬家 警方也一度在电话向大耳龙喊话 不过非但没有起到阻吓的作用 大耳龙还变本加厉 继续纠缠世主 王德新今天在马华霹雳州 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刘国南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议 希望大耳龙不要再骚扰他 他透露儿子一共向大耳龙 借了400新币 折合1216令吉 前前后后已经还了1600新币 大约4864令吉 但没想到利滚利 钱怎么都还不清 至今依然欠下2000新币 大约6080令吉 雪上加霜的是 人在新加坡的儿子 因为不堪大耳龙骚扰 向警方报案 结果遭到警方扣留 护照也被冲攻 举办一天的研讨会 竟然虚报三天的活动经费 吉兰丹州社会发展局前局长 因为虚报15000令吉公款 今早押往哥达巴鲁地庭面控 不过他否认有罪 获准以7000令吉保外候胜 46岁的被告安努亚 被控去年7月 以吉兰丹州社会发展局局长的身份 对一项乡村研讨会活动 虚报三天的经费 抵触2009年反贪会法令18条文 公务员独持贪污的罪名 法官查曼预令被告 在保释期间需交出护照 同时每个月到反贪会报道 并责定案件下个月7号过堂 疫情加剧了五国失业潮 政府估计9月份的失业人数 可能突破100万人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建议政府有必要砸出 三项总值314亿令吉的经济方案 挽救平民生计 舒缓燃眉之急 林冠英发文告表明 三项方案除了协助 百万失业军求职以外 也减轻他们的经济重担 他呼吁社会福利局将援助金 从每月200到300令吉 提高到1000令吉 他希望银行暂缓贷款计划 能够再延长6个月 协助企业与个员承担债务 在聘雇与就职奖业方面 林冠英要求扩大到60万名员工与雇主 疫情大流行重创全球经济 首当其冲的不只是大型企业 微型企业更是在困境中挣扎求存 政府推出的微型企业业务复苏融资计划 犹如一场即时雨 为商家止血之鱼 也让他们有重启业务的资本 只不过税务专家认为 即便商家成功获得了贷款 每分每毫也得花得谨慎 以免接下来面对现金周转不畅 来看一则政府资讯 历经关闭疫情大浩劫 我国经济元气大伤 数万名打工族的饭碗岌岌岌可危 为了协助微型企业度过疫情难关 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 透过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拨出两亿令吉 协助三万三千名受疫情影响的 微型企业从疫情中复苏 无利息贷款有助于业者 启动和拓展新业务 这名从事办公室和建筑物 清洁生意的商家 就是透过申请微型企业 业务付苏融资计划 抓住商机 经济不景气 现金乃是企业营运网道 专家提醒 即便申请到贷款 也要懂得持筹握算 控制现金流 十月份我们就要还这方面的贷款 我想如果这个企业 它的现金流动 如果没有好好的保住 因为现在我们要用很多的现金流动 来给所谓的税金、薪金、租金 这一些 它会卡住 如果没有这一笔款项的话 所以我可能到了大概几个月后 有这方面的这个难度 我想我们应该要求政府 再拨款多 大概是几十亿这样 政府在四月推出微型企业 业务付苏融资计划 只要符合资格 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 最高可获得一万令吉贷款 截至今年六月 已经多达两万五千个企业 提交申请 民众可浏览相关网页查询详情 政府上个月宣布成立土著繁荣理事会 并由首相丹斯林玉尤丁亲自助政 首相今天进一步说明 这个理事会不是延续前朝国阵时期的新经济政策 或是新平庄旧旧 这个理事会主要评估土著的经济地位 以及拟定土著经济未来方向的新政策 国盟政府自半年前上台执政 不断强调扶持土著经济地位成长 将是施政的重中之重 首相德斯里慕尤丁今天在国会上议院 回答上议员拿督拉扎里的提问时表明 政府成立土著繁荣理事会 是拟定土著未来的经济方向 评估土著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够达到什么水平 所有方向都有别于国政政府 沿用数十年的新经济政策 土著繁荣理事会将收集数据 分析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原因 从而制定更平等的经济发展计划 理事会的成员除了首相担任主席之外 将由多名内阁部长 政府首席秘书 关联公司领导人 以及土著企业家所组成 政府将授权土著议程领导单位 负责协调土著经济策略 同时建立跨部门的土著发展资料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看国际焦点 印尼亚籍的居民今天在一处海滩上 发现了罗兴亚人非法入境 所幸当局及时发现 目前获得了官方援助 大约三百名罗兴亚人登陆之后 分成三批逃往不同的地方 他们在印尼军方 警察和红十字会 志愿者劝说之下 才再次结合 根据了解这三百多名难民当中 有181名女性 100名男性和14名儿童 他们目前获得当地人的庇护 也有医疗团队照顾他们的健康 不过人权组织担心 大批的缅甸和孟加拉难民逃离国度 恐怕和人口贩卖有关 并认为不法分子灌输他们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导致人口贩卖活动日益猖獗 爆料网站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 是否会被引渡回美国受审 备受关注 引渡听证会星期一 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 阿桑奇的父亲和维基解密 总编辑亲自出庭 他们的父亲透露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已经六个月 无法和阿桑奇见面 两人只能透过电话沟通 来自澳洲的阿桑奇2006年设立维基解密 随后陆续揭发美国多项机密文件 而遭到通缉 获得了厄瓜多尔大使馆庇护 去年4月 伦敦警方禁入厄瓜多尔大使馆逮捕他 美国检方以18项间谍和滥用电脑罪 要求英国将他引渡回美国受审 他可能面对最高175年的监禁刑罚 不过阿桑奇的律师指控 这是美国含有政治目的的滥权行为 企图打压言论自由 台风海神过境日本打乱路空交通 导致韩国百趟航班被迫取消 印度新冠肺炎单日确诊病例 暴增超过9万宗 累计420万宗病例排名美国之后 欢迎回来 下来关心台风海神的动态 这一股台风过境日本南部时 引发狂风暴雨 各地传出灾情 在日本九州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50人受伤 4个人失踪 路空交通大受影响 台风横扫日本之后 随即登陆韩国 导致百趟航班取消 上千户家庭失去电流供应 入夜之后 狂风暴雨还在持续 台风海神席卷日本西南部地区 九州路尔岛等地都被暴风圈笼罩 有房屋受损 超过50万户家庭断电 180万人撤离家园 此外 子弹列车也停驶 国内航班取消 宫崎县更发生土崩 至少4人下落不明 日本气象厅警告 就算台风中心远离 强大风雨 可能还会持续 海神远离日本之后 今天上午登陆韩国港口城市卫山 时速高达126公里 不仅同样破坏建筑 导致道路积水 南部和冀州岛 共有上千户断电 上百趟航班取消 尽管如此 韩国气象部门表示 台风登陆之后 威力已经减弱 预计24小时内 就会降级为热带风暴 并朝北持续挺进朝鲜 上一股台风 美沙克才刚离开朝鲜 另一股台风 海神正在逼近 美沙克在平壤郊区 两个省份造成严重水灾 上千户房子被毁 农田大面积泡水 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 已经亲自到灾区视察 并下令上千名劳动党党员 投入救灾工作 官媒并没有透露 是否有人命伤亡 美国加利福尼亚 继续遭受灵火肆虐 当地著名露营地点 塞拉国家森林 也被大火吞噬 当地消准队伍 出动军用直升机 在露营区拯救207人 送往安全地点 目前有两个人受伤 10个人中度受伤 还有两个人拒绝上飞机 当局没有透露 两人的最新情况 这场灵火是在上个星期五开始延烧 一共烧毁了四万五千英亩的土地 但是当局目前还没估算 被烧毁房屋的数量 尽管有八百名消防员 在高温下试图灭火 但是火势依旧不受控制 完全没有减缓的迹象 加利福尼亚州长宣布 五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面对新冠肺炎和经济双重夹击的印度 在全国最大地铁系统恢复开通的这天 确诊数字超越了巴西 又多达四百二十万宗 成为美国之后全球最严重的疫情国家 与英国一样激进失控 至于部分亚洲国家 暂时摆脱疫情最坏的情况 但是防疫措施反而收减的 研发疫苗计划也刻不容缓 是必要在疫情反扑之前 尽可能切断病毒的后路 全球人口第二大国的新冠疫情 越发失控 光是过去一天 当地暴增九万一千七百二十三宗 确诊病例 但日新增病例全球最高 累计确诊病例高达四百二十万宗 直接超越巴西 成为全球第二大重灾区 仅次于美国 印度的单日死亡人数同样飙升 一天有一千零八人丧命 总死亡人数将近七万两千人 全球排名第三 就在印度疫情超越巴西这天 首都新德里的地铁服务 时隔五个多月后恢复开通 早前印度专家预测 地铁运作后 感染人数可能会持续增加 甚至可能出现高峰 经济严重插水的印度 从这个月起进入重新开放的新阶段 但是部分媒体和专家都不看好政府的决定 英国在星期天激增近三千宗确诊病例 创下五月以来最高单日新增记录 曾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西南地区公共卫生主任的加布里埃尔斯卡利 向英国卫报直言 与可控范围的小规模爆发 在英国最贫穷社区尤其蔓延不止 当学校复课 大学生也即将回到校园之际 情况更令人担忧 一度沦为亚洲疫情风暴也的韩国 自上个星期四开始 单日新增病例已经连续五天 维持在两百宗以下 但是有过疫情反扑的前车支箭后 韩国政府不敢松懈 继续收紧防疫措施 首尔市宣布 未来一个星期 所有大排档 路边摊和移动餐车等等 在晚上九点后禁止顾客在摊位就餐 以遏制疫情扩散势头 同时响应中央政府延长首都圈 加强版防疫措施的决定 澳洲疫情趋缓之际 总理莫里森星期一 捎来好消息 澳洲将为两千六百万人口 提供新冠疫苗 如果英国牛津大学和澳洲制药公司 等研发的两种疫苗成功通过试验 预计明年一月和二月 可免费分发三百八十万剂疫苗 莫里森在宣布中提及的 维多利亚州是疫情中心 不过当地星期一只新增四十一宗确诊病例 是超过十个星期以来最低记录 另外有九人死亡 州长安德鲁斯表示 他们采取的防疫策略开始发挥作用 疫情数字有望进一步下滑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各国反复延烧 各国都在期待疫苗面试 摆脱病毒 爆发地中国不断宣称 研发出第一款有效疫苗 最近更有两款中国制造疫苗 在北京的一场贸易展上 首次公开亮相 疫苗研发公司预计 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束之后 疫苗年底之前 就能够投入使用 每一对疫苗要价一千人民币 大约六百多令吉 而有效期预计长达一到三年之间 包括这两款疫苗在内 全球各国已经有将近十种疫苗 正处于第三阶段临床试验 另外新冠疫情影响了许多人的生计 美国农业部从夏季开始 推出粮食计划 未受困的群体提供新鲜食品 大约七千五百万人从中受贿 眼看疫情没有减缓 援助需求持续增加 当局决定再准备15亿美元 大约62亿令吉的健康食品给民众 反对饥饿倡导者希望当局继续寄民活动 和人民一起度过这个艰难时刻 但是有人认为政府也应该关注每周六百美元 折合2500令吉的临时失业补助金 已经到期的问题 加上一些州数甚至还没批准300美元 大约1246令吉的额外辅助金 根据数据 美国至今已经有超过1450万人领取失业补助金 比去年的170万人增加许多 中国江苏一座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故障 游客倒挂在半空中一个多小时 有惊无险 石油公司要美国向肯亚施压 解除禁诉令 环保分子担心这片净土恐怕最终 沦为垃圾场 欢迎回来 游乐园不仅是小孩们的天堂 也是许多悬求刺激的人所向往的地方 没错 当中过山车就称之上是世界上各种游乐园的标配 也是最受游客欢迎的娱乐项目 在刚过的周末 中国江苏无锡融创乐园就发生了过山车故障事件 过山车停止行驶 大约20名游客被困 倒挂于半空中 情况相当的严峻 他们被困在半空中超过一个小时 园方的职员就表示 经过救援之后 被困游客安全返回地面 没有人受伤 但是个个都差点吓破了胆 救援行动结束之后 乐园随即关闭 园方队已经买票 但是还没有进入乐园的游客 办理退票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 非洲国家肯亚三年前实施全球最严格的禁诉令 零售塑料袋几乎绝迹 但是近来媒体爆出 一家石油公司要求美国向肯亚施压 改变反对在非洲乱扔塑料垃圾的立场 环保分子不禁担心 这片净土最终可能沦为垃圾场 环保分子指出 石油公司的施压 不但会削弱国家禁诉的决心 而且可能成为其他非洲国家 运送塑料垃圾的重要中转战 根据美联社EPN名为 石油公司被指控 想在非洲倾倒塑料垃圾的报道 美国和肯亚针对美国和撒哈拉以南 非洲国家首个双边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时 美国化学委员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提出了有关的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